我們在五十頁這邊啊 其實我就有 不是五十頁 五十一五十二 這裡我就有玩比較多東西 那我把這個模擬器的版本打開 五十一或五十二都一樣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我裡面做的蠻多的 做的蠻多 那首先各位比較清楚的 就是像這種就是 門領的 你讓我來執行一下 這個是模擬器的版本 我這邊真的有一個有沒有 就是在五十一五十二頁 你打開下面這裡 下面我有寫好的 好打開之後 我看到這裡的 你看我按一下 一 對不對 一個比較長一個比較短 咪咚 對不對 你就有這樣的聲音了 那如果像第二個救護車的 好不要重複那麼多次 不然會很吵 哈哈 欸救護車的 喔一喔一喔一嘛 只是比較多次而已 對不對 嘿 那下面 像我們剛剛中午的時候有聽到那個 同學好像是 德佛雜克的那個版本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這個是聲音啊 對啊 對啊 好所以您大概這樣就可以了解 那像 垃圾車也是一樣啊 你少女的祈禱還有佛 罩裔斯啊 謝謝 對嗎 對吧 你都可以拿來做應用嗎 只是我比較勤勞 慢慢的打進去而已 但是這個我不好意思讓大家自己...大家打 所以你可以參考啦 你可以做參考 那我意思算沒問題 如果你走進便利超商 對不對 7-7比較沒什麼就是叮咚而已 但是全家的話你就會聽到這個版本 全家的5-3-0 沒有執行 已經有了 對不對 那比較速度快一點是調下面的 我就可以把它調快一點 那如果你是廚房的計時器叫的 就是這個聲音啊 對吧 就同一個聲音啊 那如果你想要有點柯南的感覺 就是這個啦 這是模擬器的 所以當然就是調電腦的聲音 你自己的喇叭當然不行啦 你就是我們公民其實沒辦法調大小聲 對對對 好那 最後呢這邊就有濕濕的啦 對不對齁 我們可以就是 透過這個方式 你做一些改變 那其實聲音是還蠻好玩的 齁聲音蠻有意思的 只是說你要勤勞一點 自己要怎麼樣 自己要把這些音符打進去 不然的話其實 像我們在做這些互動的時候 你都可以通過聲音 給他就是讓他給你一個回饋 知道說到底現在是什麼狀況 這樣OK嗎 所以今天聲音 我就不讓各位做太多 好就稍微了解一下 簡單的控制 你可以看你要逼幾聲 就好了 那其他的就參考 我簡報上的就OK